第1291章 天地异象 檀香缭绕的近视之中 空气显得异常的干燥与炽热 高温弥漫而开 连空间都是犯起了许歇扭曲 看上去给人一种虚幻般的感觉 在纳静式的石床上 硝岩盘腿而坐 双目紧闭 一股股恐怖的高温 不断地从其体内扩散开来 隐隐间 有着许歇森白色的火苗 从周身毛孔中窜出 火苗缠绕间包裹着硝岩整个身体 硝岩的面色 平静地不起丝毫波澜 并未察觉周身的变化 此刻她的心神 已经完全地澄清在了体内 那种奇异的一火融合之中 吞噬炼化古灵冷火 或许是因为 如今硝岩已经掌控了 三种一火的缘故 所以此次的炼化 并没有她想象般的那般困难 在三千连星火的猛烈断烧下 古灵冷火 也是隐隐有着融合的趋势 虽说这趋势极为缓慢 但却还算顺利 并未出现什么难以掌控的异变之事 按照这种速度 若是中途不出现意外的话 一月之内 硝岩有着把握 能够成功地炼化古灵冷火 而到时候 她体内便是拥有了四种一火 这等奇异之事 若是放出去的话 恐怕会令得不少强者眼睛血红 一火这种东西 常人能够得到一种 便已是大复原 这所谓的四种 那倒实在是有些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毕竟不提一火难寻 而且 即便是寻找到了 怕也没有什么人 敢将充满着毁灭之力的四种一火 同时地纳入体内 这种举动 与将几枚炸弹吞进肚中 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在很多人眼中 都是一种自寻死路的事 不过索性 对于拥有焚绝的硝岩来说 这种别人眼中不可能的事 却是变成了 让得她成为巅峰强者有力根基 伴随着硝岩的炼化 逐渐进入正轨 静视之中的温度 也是越来越高 到的后来 那些缓缓燃烧的檀香 都是吃的一声 直接化为了灰烬飘落下 在这等温度下 就算是寻常的斗宗强者 都是不敢久待 空气中所弥漫的那种狂暴能量 若是吸入体内 足以让得他们体内的斗气 随之暴动起来 顺着时间流逝 那自硝岩体内弥漫而出的气息 也是徐徐增强 一波波的浩瀚斗气 如同大海滔浪般 自其体内扩散而出 甚至隐隐间 都是带起了花花声响 随着古灵冷火 逐渐地与三千连 星火融合 其内所蕴藏的庞大能量 也是经过炼化后 化为最为精纯的斗气 灌注在硝岩经脉之内 令得其气息 不断地缓缓攀升 在这般寂静的炼化下 半月时间眨眼变过 经过这半个月时间的炼化 近视之内的温度 已经高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而且由于此处完全密封 更是导致的 这里如同一个蒸炉一般 气浪翻滚 炽热的温度 连空间都是撕裂出一道 倒漆黑的空间裂缝 近视之内 一些石桌石椅 都是逐渐地融化 化为液体缓缓地滴落 流淌在静视之内 偶尔见气泡浮现 悄然炸裂 带起一道细微的闷想 石窗也是在这等高温下 融化了将近一半 而盘坐在其中心位置的消炎 却依旧没有苏醒的迹象 呼吸平稳 那常人吸一口 便是得化为灰烬的热气 却是如同两股气龙一般 顺着其鼻孔 源源不断地钻进身体之内 搭 石桌融化 液体悄悄低落而下 细微的声音 颇为节奏地 在静视之中响起 但那石窗上的人影 却是如同作画了一般 没有丝毫的反应 若非依旧能够感应到 那股不断攀升的浩瀚气息 恐怕任谁都会将其 当作热浪之中的一具石雕 修炼之中 时间的概念 也是会变得极其地模糊 因此 在消炎这等宛如作画的情况下 又是十来日时间 悄然而逝 幽静的院落之中 花香满意 色彩绚丽的花朵 将院落装扮得 充斥着勃勃生机 在院落之中 有着一方石亭 石亭内 有着三道倩影 只不过此刻的三人目光 却一直盯着院落尽头的 那一处紧闭的石门上 都快一个月了 消炎怎么还没出来 纳兰燕然望着石门 柳眉微醋 轻声道 云云微微摇了摇头 道 不用担心 以他现在的本事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斗尊强者一闭关 便是几月半年的 并不罕见 不过话虽如此说 但其眉宇间 也是有着淡淡的担忧之色 若只是寻常闭关的话 那他自然不会怎么担心 可自从消炎进入近世以来 那从其中弥骂而出的能量 也是越来越炽热与狂暴 那种感觉 就如同近世之内 正在酝酿着 即将喷发的火山一般 这种前奏 令得人颇感不安 而此处这种变故 自然也是引起了 花宗一些长老的注意 虽然他们并没有说什么 但云云也是能够知道 他们心头也是 有些担心 经历过消炎荡日 施展那恐怖火莲的事后 他们真是有些害怕消炎 又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破坏 将这花宗破坏成一片废墟 唉 这家伙 一点都不让省心 心头苦笑一声 云云忍不住地揉了揉眉心 这段时间 为了平复这些长老们的担心 他可是费了不少的口舌 不过这样一直下去也不行 那近世之内 弥骂而出的能量 越来越狂暴 等到时候 恐怕连大长老 都是会采取点什么手段了 相比于两人的担心 清灵却是慵懒斜靠着亭兰 柔弱无骨的小蛮腰 与身体倾斜成动人的弧线 隐隐间投着一分慵懒的妩媚 他天生一同 自然是能够知道消炎现在的状况 因此也没有做无谓的担心 看来 今天还是老样子 算了 走吧 静等了一个多小时 云云看了一眼天色 只得无奈起身 道 怎么了 纳兰嫣然也是点了点头 刚欲转身 脚下去是猛地传来一阵震动 令得他脚步亮呛了一下 连忙扶住一旁的石柱 翘脸上静树惊恶之色 是静视里传来的 云云也是顿下脚步 略作感应 美眸便是猛地转向静视 接受了花婆婆 传承的她 实力也是在飞速变强 在先前那股震动传来的刹那 她分明地感觉到 那寂静许久的静视之中 突然传出了极为剧烈的能量波动 要出关了吗 嘴中轻轻弥谈了一声 云云低声道 动静似乎有些大 先离开这里 花音落下 云云玉角一点地面 身形便是掠上半空 其后青灵与纳兰燕燃 也是颈跟上 站在天空 他们方才瞧见 一缕极度炽热的烟柱 正徐徐地 从那境视顶部鸟鸟升起 碰 三人身形刚刚掠上天空 下方竟是顶部 便是猛地炸裂而开 炽热的烟雾顿时弥漫出 令得天地间的温度急速升高 竟是炸裂 一股沉寂一月时间的浩瀚气息 也是缓缓地弥漫开来 紧接着 一道清澈而悠长的长笑 陡然自那近视之内 响彻而起 直冲云霄 笑声之内 夹杂着异常雄浑的斗气 因此 那笑声也是如同怒雷一般 在天空上不断地回荡着 扩散至花宗的每一处角落 在这笑声之下 花宗各处 也是不断有着人影闪掠而出 一道道身影立于天际之上 目光惊诧地望着笑声传来的方向 一些眼力过人之辈在察觉到那股气息后 眼中的惊诧 直接是化为了震惊之色 这是硝烟 它的气息 为何猛然间增强了这么多 这股气息的强度 恐怕都是达到了四星巅峰层次 这家伙 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竟然短短一月内 暴涨至思 感受到这股气息的强横 不少花宗长老 皆是忍不住地清洗了一口凉气 这种实力提升速度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一些 足足两星 这若是让人正常修炼的话 恐怕足足要花费十年之功 但如今 却是被硝烟在短短一月之内完成 不愧是耀臣的弟子 果然是不是寻常之辈 一处天空上 花宗的大长老 那位白发老玉 也是微微点头 难难道 笑声如雷鸣 但终有消散之时 然而 就在那笑声消散之刻 蔚蓝的天际之上 突然涌出层层厚实乌云 天地间 狂风大作 呜呜地刮个不停 突如其来的这一幕 令得所有人都是恶然了下来 一脸的茫然 天地异象 花宗大长老 也是因为这一幕微微一愣 片刻后 似是想到了什么 目光猛地转向竟是所在的地方 眼中 终于是涌上了一抹 难以置信之色 这是 天阶功法出世 第1292章 准天阶功法 大凡天地异象 总的说来 大概有三种情况 一是高阶丹药出世 这会引来丹雷降临 二便是当修炼到每一个境界时 也是会引来这种情况 不过一般说来 这很少见 因为能够达到这种层次的 放眼整个斗气大陆 都是凤毛铃脚般的存在 至于第三种 便是所谓的天阶功法 或者斗技出世 这里的出世 一般说来 并非是指功法 或者斗技重见天日 而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出现 比如说 创造 只有当一些天阶功法 或者斗技 被创造出来时 方才会招引来这种天地异象 如今的天空 并未有丹香满意 显然并非是高阶丹药出世 而至于第二种 也直接被排除 硝烟虽然实力大涨 但却还远远不足以 引发天地异象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便只有最后一种 方才符合了 不过也不得不说 这白发老玉的见识 的确不凡 这才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是通过种种猜测 略微摸清了天地异象的来历 自创天阶功法 或者斗技 白发老玉 正正地望着远处 那冒着白烟的近视 绕逝以他的定力 此刻也是满脸的凝重与震惊 自创天阶功法 或者斗技 这等本事 放眼如今的大陆 能有多少人绊倒 按照常理 莫说是硝烟了 就算是已经进入 半盛层次的药尘 恐怕都是没有这等能力 然而 不管心中如何的难以置信 但出现在面前的现况 却是让得他不得不相信 这个有些残酷的现实 伴上后 略微收敛心情 脸庞上浮现一抹苦笑 这果然是后浪推前浪 与这等优秀的年轻人一比 他们这些老家伙 可真是有些显得自残啊 难怪能被药臣收为弟子 这等天赋 的确罕见啊 白发老玉轻叹了一声 目光微微闪烁 经过此事 其心头对于硝烟 却是真正的有些高看了起来 虽说以往他对硝烟也算客气 但那毕竟是 看在药老的面上 硝烟能够以二星斗尊的实力 击退妖花邪君 让得他有些感到意外 但也仅此而已 妖花邪君虽然在别人眼中厉害 但对他来说 却没有半点的威胁性 若非妖花邪君是天明宗的人 恐怕当日他便不会让得这家伙 顺顺利利地离去 不过 虽然以往高看是因为要老 当现在 却是完全地变了样 自创天阶功法 或者斗技 这等本事 连他都是渴望而不可及 硝烟 给予了他太多的惊喜 多到足以让得他这位花宗的 大长老正式的地步 此子日后成就必然不凡 云玉与其交好 对花宗也是有利 想到此处 白发老玉也是淡淡一笑 自语道 师姐啊 你的眼光 总是很刁钻准确的呀 望着天空之上 那些弥漫开来的厚厚乌云 所有的花宗弟子 也是一脸的惊恶 这天气变换得也太过莫测了 当然 这之中也不乏一些心思敏捷之人 在沉淫了片刻后 目光却是转向了硝烟闭关的地方 这硝烟一出关 天空便是出现这等异象 若是说两者没有关系的话 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碰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竟是突然再度一颤 一道炽热的气柱自其中喷尸而出 而在那气柱之顶 一道人银稳稳踏里 欲气而立 这现身的 自然便是那闭关一月的硝烟 此刻的他 望着天空上的异象 也是略微一正 片刻后似是明白了什么 眉头一皱 袖袍轻轻一挥 随着其袖袍的挥动 一股无形的灵魂波动 顿时自其眉心处弥漫出 而在这等波动的扩散下 天空上的厚厚黑云 也是停止了翻滚 然后在众多惊恶目光中 徐徐消散 当最后一股黑云消散时 天空上的暗沉 也是消逝而去 温暖的阳光 再度从天际倾洒而下 照耀在这片花海山脉之中 净化成天阶功法了吗 黑云散去 硝烟却是盯着自己的手掌 旋即缓缓闭目 心念一动 焚绝便是再度运转而起 呼呼 在焚绝运转的那一煞 硝烟周身摆仗天地之内的能量 如同沸水一般 猛然间剧烈地波动起来 旋即一股股惊人的能量 宛如实质一般 在众多震惊目光中 源源不断地对着硝烟身体抱涌而来 而对于这些杂质颇多的天地能量 硝烟的身体却是来者不拒 一伙升腾间 任何杂质都是在寝刻间化为虚无 而其体内斗气的运转速度 比起以往来 却是狂猛了十倍不止 而且这种狂猛 并非只是表现在斗气运转速度上 在能量吸纳 炼化 容纳等等步骤上 相比以前 都是有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按照现在的这种状态 恐怕即便硝烟再次施展了毁灭火莲 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还得立马吞服丹药补充斗气 现在的它 可以说是 真正有了挥霍的资本 呼 一口掺杂着诸多杂质的浊气 顺着硝烟喉咙被喷涂而出 感受着体内那从未有过的充盈之感 硝烟脸旁上 也是忍不住地浮现一抹难以遏制的欣喜笑容 它固然拥有着越级战斗的本事 但这些无一例外 都是需要消耗极为庞大的斗气 因此 每一次施展 都是得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一旦施展后 便是会进入虚弱状态 然后被对手趁虚而入 不过所幸 这种担心 从今往后 若是没有特殊缘故的话 应该会很少出现 应该算得上是 天阶低级的功法 不对 应该只是突破了地阶高级层次 据说真正的天阶功法已经施展 立刻便是能够吸纳方圆百丈的 所有能量为己用 我先前所展示的 与此说话 还是有着一点差距 消炎面露沉吟之色 没想到净化成天阶 居然如何苛刻 连古灵冷火 都只是令得焚绝 达到准天阶功法的地步 不过还好 不管是准天阶 还是真正的天阶 这毕竟踏足了这个层次 那种变化 也将会是飞跃式的 我的实力 现在也是在四星陡尊层次 消炎感应了一下体内 此次吞噬古灵冷火 居然只让它提升了两星多的实力 这种结果 虽说早有心理准备 但消炎依旧是略微有些沮丧 它这般想法 若是让得其他斗尊强者知道 恐怕当场便是得 一口鲜血喷出来 这十年甚至十数年的修炼 被它在短短一月之内达到 这若是还要沮丧的话 那它们 恐怕就得直接找块石头撞死的了 哎 四星便四星吧 沮丧了一小会 消炎便是迅速收敛好心神 对于这种结果 它早便有所预料 直到现在 它吞噬的一火 也是足足有着四种之多 一火能量虽然庞大 但什么东西吃多了 效果总是难以如同前几次那样 达到最大化 按照消炎的猜测 现在的它 若是在吞噬一火榜排名 靠十五之后的一火 恐怕效果 将会达到一个相当微弱的地步 甚至 连让其提升一星的实力 都难以办到 看来日后吞噬一火 还得专门寻找那些排名靠前的一火 想到此处 消炎便是有些无语 一火这东西本就稀罕 排名靠前的 更是凤毛麟角一般 即便好运寻找到了 想要将之情注 并且炼化 也是极度困难之事 按照这种推测的话 以后消炎的吞噬一火之路 看来的变得无比的艰难了 苦笑着摇了摇头 消炎叹息了一声 只能认命 虽说提升两星不入她的法眼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以她如今的实力 若是施展天火三玄变的话 即便再次遇见那妖花邪君 也不用只能以仗毁灭火莲 才能与其交手 甚至即便是正面交锋 妖花邪君 能够占到的上风 怕都会是相当之小 不提那妖花邪君 现在就算是遇见魂殿的 那所谓九天尊 我也能与其向战 并且全身而退 想到此处 消炎也是忍不住地松了一口气 自从当日见到那九天尊等人的强悍 她心头便是隐隐有些压力 这家伙还只是九天尊 在其上面 肯定还有七天尊 六天尊 甚至大天尊 不过还好 如今她的实力 也是飞越了一段 不说凭此便是能够不惧这些家伙 但至少心头踏实了许多 不用再提心吊胆 而且日后交手 即便不敌 也不会让得对方好受 你这家伙 要在这里发呆多久 在消炎沉吟间 一道无奈的轻柔之声 在耳边响起 消炎抬起头 一张绝美的脸颊 便是出现面前 美丽的脸颊上 擒着许些称怪之色 动人之极 消炎冲着芸芸笑了笑 却是突然伸出手掌 一把将芸芸玉手握住 这般芸芸那绝美的脸颊 便是变得羞红起来 微竖着柳眉 有些羞脑的道 小混蛋 你耍流氓还上瘾了不成 第1293章 撕裂封印 听得芸芸那羞脑之声 消炎也是一震 看了一眼前者那飞红的脸颊 道 帮你看看体内的斗气封印啊 闻言 芸芸也是愣了愣 旋即依旧有些怀疑地盯着消炎 片刻后 手中的挣扎 方才减弱了下来 见状 消炎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无奈 摇了摇头 手掌搭在芸芸御手之上 眼眸微闭 一缕灵魂力量 则是顺着手掌 掠进后者体内 在消炎闭上眼眸时 芸芸也是轻松了一口气 但脸颊上 依然有着飞红残留 不管这家伙 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但这毕竟是大庭广众 众多花宗的弟子 以及长老都是在下面 被他们这样看着 像什么话 而在芸芸心头埋怨间 消炎眼眸也是缓缓睁开 此刻的她 脸庞上已是多了一分凝重 芸芸体内的痘气封印 即便是她 都是感觉到血泻震撼 赵老师所说 那位花婆婆 应该是一位 十里大道八星 甚至九星的陡尊强者 她的毕生所留 足以将一名寻常的陡尊强者 震得粉身碎骨 消炎眼中闪烁着沉吟之色 芸芸体内 的确是存在着 连她都是感到震惊的浩瀚痘气 但这些痘气 却是被一个极度强横的封印 彻底的封住 而凭借芸芸的实力 想要破解封印 将这些浩瀚痘气内为己用 那可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那花婆婆太过谨慎 设置的封印也实在是太强 以你如今的实力 炼化速度可以加快一些 消炎放开芸芸玉手 抬头道 你也知道 封印很强 以我的能力 根本无法破解 只能吸收那些 从封印中渗透而出的痘气 不过即使是这样 我的修炼速度 比起以前 也是快上了许多 云运也是微醋的带霉 道 这些斗气 尽快炼化安全一些 不然遇见实力强悍的人 恐怕能够不顾你的性命 将斗气封印取出 消炎认真的道 一名八星 甚至九星陡尊所遗留的 毕生斗气 那可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宝藏 难保一些强者知道了 不会动其他的心思 文言 云运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他明白 消炎不会骗他 但话又有说回来 不是他不想提升炼化速度 而是他拿那封印 没有半点办法 封印的是交给我来 我会将此事解决后才离开 不然的话 也实在放心不下 见到他的表情 消炎也是忍不住的一笑 道 这花宗强者众多 注视着面前微笑的青年 云运心头 却是涌上一股莫名的情绪 有个人依靠的感觉 真的很好 这些年 他带着纳兰燕燃四处奔波 虽说他的实力 在加码帝国算是顶尖 但在这强者如云的中周 却算不了什么 两个女子 而且又是拥有着这般美貌 自然会招惹来不少的注意 因此 云运方才会带着纳兰燕燃 加入花宗 所求的 也就是一个安稳 但至于那花宗宗主之位 他还真是没怎么想过 谢谢 清吸一口气 压一下心头的那种 有些软弱的情绪 云运轻声道 闻言 消炎眉头却是一皱 盯着那张绝美的脸颊 道 需要吗 嗯 似时听出了 消炎突然间有些不渝的语气 云运抬起眉眸 望着前者皱起的眉头 不由得展颜一笑 心头有种淡淡的温暖感觉 在花宗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消炎也是有些过意不去 还专门去给花宗大长老赔醉了一番 而如今大长老 也是有着结交消炎与新允阁的念头 自然是不会在意这些 因此 这点小事也就这样过了去 所谓的天地异象 也是在成为了花宗弟子口口相传的谈料 两三天后 便是逐渐地淡了下去 而这也正合消炎的意 他可并不想一出门 便是被众多奇异的目光围观着 暗箱萦绕的房间之中 充斥着淡淡的粉红之色 一眼看去便是明白 这应该是某个女子的闺房之所 待会我会强行将封印撕裂出一道裂缝 以便日后 你的恋化 会有些疼痛 你得忍着 消炎望着盘腿坐于柔软床榻之上的云韵 心思也是从这带着许些粉红色调的闺房中移开 干咳了一声 道 云韵轻轻嗚了一声 道到现在 她的脸颊还有些红 因为连她都是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一时头脑发热 将消炎给带进自己的闺房 破解封印 随便寻个密室不就好了 偏偏要来这里 特别是刚刚进入这里时 消炎那副古怪的神色 更是令得他有种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冲动 见到云韵那依稀有些飞红的耳间 消炎也是甘笑了一声 然后长吐一口气 抛去心头的杂念 逐渐的凝神 伴随着心神凝定 消炎双指并取 一缕紫荷中 带着丝丝森白色的火焰 缓缓地自止间浮现出 这种火焰 自然便是融合了古灵冷火后的产物 如今四种异火彻底融合 不论是色泽还是威力 都是有所变强 而且现在的这种异火 给人一种有些诡异的感觉 极度炽热之下 却是隐藏着一种极寒之力 其难对付程度 也几乎是在成几何倍半暴增 可以想象 日后若是与人对战 这种诡异气境 侵入对方体内 将会给对方造成何等的伤害 火焰凝现 硝烟脸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瞬间后 双指如垫 重重地点在云韵预备之上 吃 虽说硝烟并未催生火焰的温度 但那种本来便是蕴含的高温 依旧是瞬间将云韵后背的衣衫 焚烧成一片灰烬 露出光洁如玉的动人曲线 啊 猛然间变得凉爽起来的后背 也是令得云韵惊叫了一声 脸颊瞬间胀红 但耳旁传来的凝重鹤声 却是让得他不得不收敛心中的波动 凝神 自己护住经脉 我要破解封印 对于硝烟这凝重之急的鹤声 云韵银芽未有 强行压抑下心头的波动 迅速凝神 硝烟燃烧着火焰的 手指点在云韵后背 那光洁如玉的背面 顿时出现了一个紫红色的斑点 一股股极度炽热的火焰 顺着这个斑点 源源不断地钻进云韵体内 突然间 如此大规模的一伙闯进 那高温也是弥漫而开 令得云韵痴痛下 急忙运转斗气 将一条条经脉包裹而过 这才略微好受了一些 一伙在硝烟的控制下 悄无声息地穿梭过条条经脉 最后终于是达到了 云韵体内那封印斗气的所在 略做整顿 便是在硝烟一声低喝下 狠狠地对着 那坚固的封印 撞击了过去 哄 两者相撞 云韵焦躯顿时一颤 体内的斗气 都是在此刻剧烈地震荡了起来 一阵阵剧痛之感 不断地从体内弥漫而出 硝烟面色凝重 封印的坚固 出乎他的意料 以他现在的实力 也不可能将之尽数摧毁 若是封印彻底破裂 那等浩瀚斗气涌出来 恐怕云韵的身体 会在瞬间粉身碎骨 当然 他的目的也并非这个 他只想将封印撕裂出一刀裂缝而已 以他如今的能力 再加上一伙相助 做成这一点 应该不难 哄哄哄 源源不断地火焰 涌进云韵体内 然后汗不畏死地 对着那坚固的封印撞击而起 一道道低沉的声音 不断地在云韵体内响起 那种剧痛 也是越来越剧烈 不过好在他也知道事关重大 紧咬着银牙 半点声音都是未曾发出 我倒是不信 连你一道裂缝 都是弄不出来 酒哄无果 硝烟眉头也是微微皱起 旋即深吸一口气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 他所攻击的那一处封印 开始有所波动 当下一咬牙 一股异常浓郁的火焰 猛然间闯进云韵体内 旋即刮起道道火旋 狠狠地撞击 在那有所波动的封印之处 砰 这次的撞击 前所未有 强悍的静气 自那撞击之处弥漫而开 噗哧 静气弥漫 云韵脸颊瞬间苍白起来 一口鲜血便是喷出 那静气太过强横 若非事先使用斗气 护住经脉 恐怕连经脉 都是会在这一次的冲击下 尽数锻炼 一口鲜血喷出 云韵气息 不仅未曾因此违靡 反而一股极度强悍的斗气波动 猛然间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那股波动之强 连萧炎那处着云韵预备的手指 都是被生生地震了开去 好强的斗气 手指被震开 萧炎眼中 也是略过一抹惊叹之色 床榻之上 云韵微闭的眼眸 也是陡然睁开 双眸之内 雄魂斗气 如同实质一般抱涌而出 前方不远处的桌子 也是咔嚓一声 爆裂成一团粉末 封印裂开了吗 见到这一幕 云韵脸颊上 也是浮现一抹欣喜之色 猛地抬头 目光望向萧炎 结果却是见到后者 正面色 古怪地盯着自己 瞧得萧炎这般目光 云韵也是一正 旋即微微低头 脸颊瞬间 便是如同火烧起来了一般 因为先前斗气的暴力 那身体上的衣衫 也是彻底的暴力而开 一时间 房间之中 玉体横沉 春光动人 第1294章 堵截 在脸颊通红的那一瞬间 一道惊叫之声 也是自云韵嘴中传出 旋即其玉手猛的一挥 进风舞动 床榻上的柔软被子 便是先飞而起 将那动人玉体 彻底包裹 胶躯隐藏在被中 云韵脸色方才略微好了一些 抬起翘脸 羞脑地盯了消炎一眼 道 你还看 虽说如今有着被子遮掩 但那被子却略显单薄 披在云韵胶躯上 依旧延伸出了动人的曲线 在衬托着那张 不满娇羞的飞红脸颊 这般一幕 足以让得不少男人 当场鼻血狂飙 消炎干咳了一声 极为镇定地收回目光 道 这个不关我的事 是你自己正开的 听得他这话 绕是以云韵的定力 都是忍不住的一阵气度 这小子 典型地占了便宜 还喊冤枉的主 见到云韵有发飙的迹象 消炎也是不敢在这个话题上 做过多的纠缠 连忙道 如今你感觉怎样 还好 那封印的确被你撕出了一刀裂缝 如今正有着不少斗气 源源不断地从封印之中涌出 这种速度 刚好在我所能够炼化的范围里 云韵没好气得到 但脸颊上的飞红 也是逐渐的淡去 嗯 那便好 消炎微微点头 陈寅道 那花婆婆所遗留的斗气太过恐怖 你若是能够完全炼化的话 说不定能够达到她生前的高度 而且你还年轻 有着极大的进步空间 万一日后遇见个什么大纪元的话 达到斗圣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斗圣 听的这个传说中的高度 云韵也是忍不住的一阵 玄机无奈摇头 这是太过遥远 她能够在这些年中 飞跃达到陡尊层次 已是老天最大的恩惠 至于斗圣吗 她还真是没去想过 我在中州仇家不少 而且个个都是凶悍的主 日后你若是成为斗圣强者 我也大树底下好乘凉 消炎玩笑道 听得消炎这句玩笑话 云韵却是正正地望着那张 布满着温暖笑容的年轻脸庞 有些漠然与细微的心疼 谁都只看见她表面的风光与成就 但却忘记了 她为了达到这种地步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与心血 当年第一次见到消炎时 这个稚嫩 但却有些几分倔强的少年 便是敢于在危险重重的魔兽山脉中历练 而伴随着这些年的风雨 所经历的危险 也是比当年的魔兽山脉 高出了无数倍 我会尽快练花花婆婆的斗气 花宗我也会花心思慢慢地控制 云韵整个身体 都是缩在单薄的被子之中 轻轻的声音 却是传了出来 突然听得云韵这有些莫名其妙的话语 消炎愣了愣 望着那张绝美的脸颊 终于是明白了什么 一时间既然是无言而对 最难消受的 便是美人恩啊 消炎愣咳咳了一声 打破沉默 然后从那界中取出一个玉瓶 玉瓶内装满着一些紫褐色的丹丸 隐隐间 有着极度炽热的能量 顺着药瓶传出 这是我炼制离火丹 每一枚丹药里面 都是有着一丝一火之力 你日后炼化 那封印的斗气石 可以服用一枚 可以帮助你加快炼化速度 同时也能让将斗气锤炼得越发精准 消炎将玉瓶倾放在床榻上 冲着玉瓶笑道 嗯 取过玉瓶 玉瓶微笑着点了点头 明天我便是会动身离开 日后你 若是遇见了什么不能解决的麻烦 便来新允阁找我 明天便走吗 文言 玉瓶握着玉瓶的玉手 便是微微一紧 道 我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 不然怕引来魂殿的强者 到时候 反而会将你与花宗脱下水 消炎郑重地道 玉瓶并非是不识大体的人 虽说心头有些不舍 但依旧还是点了点头 轻声道 嗯 那你多加小心 消炎笑着点了点头 再度嘱咐了玉瓶几句 便是转身离开了这处暗箱萦绕的闺房 望着消炎离去的背影 玉瓶银牙也是轻轻咬了咬红唇 低声喃喃道 这么多年 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小冤甲 既然摆脱不了 那便为了你 再次尽力一回吧 原本对于提升自己的实力 玉瓶并不抱太大的兴趣 来到中州 她只是想要 找个安静的地方 度过以后的日子 但却哪能料到 即便如此 那个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人 依旧是再度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当再次见到她时 她方才发现 那种感觉 似乎并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忘却 反而 被时间酿得越发醇厚 这种感觉 她并不会说出口 她所想的 只是能够在其身后 默默地给予她一些帮助 因为玉瓶知道 消炎一个人 背负的太多 也太累了 她想 帮她分担一点点 在帮云云解决了封印的问题后 消炎在花宗继续停留了一天 然后便是带着清灵 与云云 花宗大长老等人告辞而去 对于消炎如此迅速 便是要离开 那花宗大长老倒是显得很是惋惜 有心想要挽留 但见到消炎去意已决 也就不好再阻拦 只能允许二人先行离去 而在与异行人道别之后 消炎与清灵二人 便是直接离开了花宗 然后召唤出九幽的鸣 再度对着星云阁赶去 蔚蓝天际 万里无云 突兀间 一道巨大的黑影 自摇摇天空上 风驰电掣般的飞掠而过 刺耳的破风声 在天际轰隆隆地响彻个不停 引来不少的目光注视 这加速赶路的巨大黑影 自然便是离开花宗约莫 两日时间的消炎与清灵 这两日中 他们基本都是在赶路之中度过 沿途也并未做过多的停留 虽说使用九幽的鸣茫赶路 有些招引目光 但却很少会招来什么麻烦 因为谁都知道 九幽的鸣茫 这等魔兽界三大族群的强悍 一般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谁也不会轻易地招惹他们 消炎少爷 我们现在基本已经离开了 花宗的势力范围 再有几日时间 应该便是能够达到星云阁了 在九幽的鸣茫庞大的身体上 清灵目光四处扫了扫 然后偏头对着身后盘腿 做的消炎道 嗯 消炎微微点了点头 手掌抚摸着身下 这头九幽的鸣茫 脑海中却是闪过一条七彩颜色的通天巨蟒 采灵 也不知道那度中 究竟是否真的是拥有了消家血脉 想到采灵 消炎眼中便是掠过一抹复杂之色 这个曾经把他追杀得上跳下窜的美渡沙女王陛下 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以他的实力 放眼那片地狱 应该少有敌手吧 消炎少爷 在消炎陷入回忆间 一旁的清灵俏脸 却是微微一变 轻声叫道 怎么 被叫声从思绪中拉回 消炎一震 道 似乎有些不对劲啊 清灵低声道 闻言 消炎眼眸顿时微眯了起来 目光缓缓地在四周扫过 此时 他们已经处于了一片人际罕至的山脉上空 但有些诡异的是 这片山脉中 竟然没有半点的售吼之声 仿若一片死欲 身形徐徐站起 消炎让得清灵将九幽的冥芒止住 然后视线停留在前方不远处的虚空上 淡淡地道 既然来了 又何必藏头鹿尾 你说是吧 妖花邪君 小子 感知倒是不错 消炎话语落下 那前方的空间也是一阵扭曲 旋即几道身影便是凭空浮现 与此同时 浩瀚的气息也是铺天盖地的弥漫而开 出现的人影 一共有四人 其中一位 正是当日吃了消炎一记毁灭火莲的妖花邪君 其余三人 都是三位身着灰袍 面无表情的老者 这三人的气息 丝毫不比妖花邪君弱 看他们胸口上徽章 赫然都是天明宗的人 消炎 你回我天明宗大使 难道还想这样一走了之不成 你莫要以为 要臣进入半盛 我天明宗 就不敢对你怎样了 妖花邪君手中折扇轻轻摇摆 脸庞上的笑容 却是透着一抹森然之意 消炎瞥了这家伙眼 平淡地道 你们能守这么久 应该是有人通知吧 比如 花宗的花景 话音落下 消炎目光转向下方的森林 那里 一道倩饮浮馅出 正是那花宗的花景 此刻的后者 正满脸杀意地盯着前者 冷笑道 你坏本宗大使 今日 你就用这条命来补偿吧 至于云郁那件人 本宗迟早也会收拾他 消炎 束手就擎 跟老夫等人回天明宗 看在要臣的面上 我天明宗会对你好生招待 如若不然 那名领头的灰袍老者 此刻也是淡淡地开口 最后一句 森冷杀意 猛然大胜 如若不然 今日此处 便是你埋骨之地 第1295章 激战 森冷彻骨的沙翼弥漫天地 仿佛连空气 都是在此刻凝固了下来 本就显得死寂的森林上空 更是变得如同严冬一般 透着令人心寒的冰冷 消炎站于九幽的 明莽庞大的身躯之上 望着远处的妖花携军四人 然后再瞥了一眼 下方虎视眈眈的花景 四名六星皆别的斗尊 这天明宗那凶悍的名头 倒也来得不虚 消炎少爷 怎么办 清灵也是因为这突然一幕 微醋着柳眉 道 还能怎么办 天明宗竟然敢派出 这般大的手笔 想必是抱着必将我擒住的念头 消炎微微一笑 但那漆黑眸中 却是涌动着冰冷彻骨的寒意 轻声道 但光凭你四人的话 倒是有些太过小看在下来 口气倒是挺狂 你那火连威力的确不弱 但我四人联手 足以将之印抗下来 没有了那种火连攻势 你在我四人眼中 又算得了什么 妖花邪君冷笑道 闻言 消炎脸庞上 却是缓缓掀起一抹弧度 手印悄然变动 玄机猛然一凝 浩瀚气息 猛然间如同火山一般 自其体内铺天盖地地暴涌而出 你所说的 是一个月之前 浩瀚气息弥漫而开 在天际扩散开来 一股极度炽热的温度 也是悄然而生 令得天地间的空气 迅速变得干燥起来 四星斗尊 感应到消炎这等气息 妖花邪君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虽说她早变 是从花井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 但如今亲眼见到 心头的震动依然不小 这才短短一月时间 消炎便是提升了 足足两星的实力 这等修炼速度 足以担得起恐怖二字 要知道 若是换作寻常斗尊 正常修炼的话 恐怕消耗十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方才能够达到这种提升 然而这些时间 在消炎手中 却是被生生地缩短了无数倍 这小子修炼的功法有些诡异 我若是能够得到这种功法 日后成就必然不低 甚至连天明宗内 都是少有人能够与我抗衡 妖花邪君目光微微闪烁 一抹贪婪 却是自眼中掠过 四星陡尊而已 你还没那资格 在我四人手中蹦打 那名领头的灰袍老者 目光淡漠地瞥了消炎一眼 说到此处 他四眼是有些不耐 挥了挥袖袍 哦 最后一次 你是自己跟我们走 还是由我们 将你打得半死后带走 我这人皮贱 还是选后者吧 萧炎笑眯眯的道 可以 灰袍老者面色阴森 缓缓点头 脚步猛然前踏 沉声道 这小子很狡猾 一起出手 先擒住他再说 嗯 闻言 妖花邪君三人 也是点了点头 对于萧炎的那种火帘攻击他 现在都还记忆犹深 若是一个人的话 他还真是有些不太赶上 以那种火帘的毁灭之力 一个不慎 恐怕就得当场毙命 萧炎少爷 我拦住一人 下面那个贱人 便有九幽的 冥茫的强者应付 见到开始有所行动的对方 清灵脸颊上 也是浮现一抹凝重 此次对方有备而来 四名六星级别的斗尊强者 这等阵容 可是相当之强 他们人少 若是不谨慎一点的话 今日恐怕还真是会 阴沟里翻船 而伴随着其话音落下 其碧绿眼瞳之中 绿芒闪烁而过 十几道身影 便是齐齐凭空浮现 旋即在清灵的 一道命令声下 对着那花锦一拥而上 突然出现 并且暴力而来的大批人影 也是令得花锦害了一跳 不过 当他在感受到 这群人中 实力最强的 也不过两名二星斗尊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屑地道 虾兵蟹将 也敢拿出来献丑 对于花锦此话 清灵确实懒得理会 在将眼中封印的强者 尽数召唤出来后 其脸颊也是变得正重起来 双手闪电般地 接触一道道硬绝 而伴随着奇印诀的变幻 一股远古凶利气息 也是缓缓地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感受着那自清灵体内 弥漫而出的凶利气息 萧炎明白 他已经开始动用 那远古天蛇的灵魂之力 当下手掌也是一挥 十一具傀儡闪现而出 眨眼间形成阵法 能量传递间 也是迅速让得 那天妖魁身体之上的暗金色 越发的深沉 以萧炎现在的实力 施展了天火三玄变 应该能够 与两名六星陡尊交手 但如今即便有着清灵牵制一人 但对方还有着三位六星陡尊 因此 他也只能将天妖魁召唤而出 暂时地顶一下 虽说以天妖魁的实力 和一名六星陡尊交手 略显得有些勉强 但拖延时间的话 应该还是能够办到的 在萧炎召唤天妖魁时 一旁的清灵 浑身凶利之气 也是越来越浓郁 不过索性 其双瞳之中 依旧保持着清明 显然以他现在的实力 已是能够初步地控制远古天蛇的灵魂 萧炎少爷 我先动手了 轻鹤之声落下 清灵身形 便是如同闪电般的暴力而出 那股弥漫天地的凶力 也是令得妖花邪君四人 面色有些变化 没想到这小丫头 也是一个棘手货色 老四 交给你了 那领头的灰袍老者 也是有些惊讶地 看了一眼暴力而来的清灵 旋即皱眉道 嗯 没问题 一名略显干瘦的老者 面色阴异地点了点头 旋即身形一动 便是出现在了清灵前面 也不多说 因冷斗气自掌心抱勇而出 然后便是狠狠地对着清灵拍了过去 哼 见到这干瘦老者公来 清灵也是冷哼一声 丝毫未曾退让 碧绿眼瞳之中 绿光萦绕 也是直接迎了上去 萧炎 我倒是要看看 今日你能否逃出我天明宗的手心 记住老夫的名字 天明宗 森罗鬼尊 挥袍老者目光森冷 领着妖花邪君 与另外一名天明宗强者 成环形状 对着萧炎包围而去 动手 包围之行一成 那所谓色森罗鬼尊眼中 便是浮现猙獰之意 一声冷喝 三股浩瀚斗气 顿时暴涌而出 三道身影如同闪电一般 对着萧炎暴力而去 那凶悍的攻势 直接施令的这片空间 都是凝固了下来 去 萧炎背肩一颤 那青红古意便是延伸而开 身形速退间 屈指一弹 那天妖魁便是化为一道金光 将一名天明宗的强者拦截而下 天火三玄变 第一变 第二变 第三变 身体暴退 萧炎手印变动 浑身气息 瞬间便是不断地暴涨而起 短短瞬间 便是突破了四星层次 半晌后 其气息雄魂程度 已经丝毫不逊色于妖花携君 焚炎谷的天火三玄变 见到萧炎那暴涨的气息 那森罗鬼尊眉头也是一皱 玄机冷笑道 不要留守 天火三玄变有着时间限制 等时间一到 今日他便是插翅南飞 嗯 妖花携君也是面色森冷地点了点头 手中折扇爆发出淡淡的奇异光芒 手起山落 折扇便是如同最为锋利的刀刃一般 滑破空间 对着萧炎喉咙哞滑了过去 面对着妖花携君那迅猛凶悍的攻势 萧炎脑袋却是微微一偏 显显地避开那锋利的折扇 右掌紧握成全 然后狠狠地对着妖花携君脑袋怒轰而去 哼 以如今萧炎的实力 妖花携君自然不敢再有半点的小觑 在施展了天火三玄变之后 萧炎的实力 已经丝毫不逊色于他 再加上一伙的威力 正面战斗力 甚至已经是有着超越他的迹象 碰 心中掠过谨慎的念头 妖花携君手腕一番 手中折扇便是吃拉一声 被彻底展开 然后被其挡于身前 将萧炎的这一拳印接了下来 一拳落在折扇之上 紫鹤中带着一点森白之色的火焰 猛然间自萧炎掌心中暴涌而出 然后以一种雄雄之势 缭绕上折扇 并且飞速地对着妖花携君身体上蔓延而去 火焰弥漫 妖花携君衣袖 几乎是在一瞬间化为灰烬 但其反应也不慢 当火焰弥漫而来时 浩瀚斗气便是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对着那火焰暴涌而去 想要将之尽数扑面 然而 当斗气与那火焰相处时 奇异的一幕便是出现了 只见的那些凡是沾染上火焰的斗气 都是会在寝客间化为十字般的冰晶 因此 短短一瞬间 妖花携君手臂便是在其惊骇目光下 被一层厚厚的冰晶所覆盖 好诡异的异火 这般变故 令得妖花携君面色巨变 身形仓皇后退 与一个月之前相比 如今萧炎的那种异火 似乎变得越发地厉害与诡异起来 一招正退妖花携君 萧炎刚欲追击 一道苍老身影便是闪现身前 阴逸的面孔中 透着丝丝森冷 一直呈漆黑色的大手 如同鬼爪一般 直接穿透空间 带着一种危险般的感觉 闪电般地对着萧炎脑袋抓了过去 接老夫一记九优名手试试 第1296章 功法显微 感受着那漆黑大手之下 所弥漫的森寒进风 萧炎却是丝毫未曾退让 冷笑道 单打独斗 还距你这老鬼不成 赫声落下 其掌心之上 火焰急速缭绕 然后猛地一拳震出 直接是与那森罗鬼尊的漆黑大手 重重地对轰在一起 八级棒 陡然变得灵力与炽热的拳风 狠狠地撞在那漆黑大手之上 惊天之声陡然响彻 而那惊人的进气涟漪 也是飞速扩散而出 周遭的空间受到这般波及 也是逐渐地扭曲起来 登登 拳掌硬碰 进风成环般地抱涌而出 萧炎与那森罗鬼尊身体结实一颤 脚步登登地各自退后了几步 以如今萧炎的实力 在施展天火三玄变 其完全具备了 能够与六星陡尊交手的能力 而且焚绝更是进化成准天接功法 运转之间 斗气源源不断地涌来 丝毫不用担心 会被对方的车轮战给耗死 哼 好小子 果然是有着几分能难 见到一掌 居然只是与萧炎拼了个平分秋色 那森罗鬼尊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诧异 玄机目光转向妖花携军 此刻的后者 也是飞快地将那弥骂而来的火焰尽数化解 虽说看上去有点狼狈 但也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六星陡尊的能力 毕竟不是摆着看的 在趁着森罗鬼尊退后时 萧炎也是目光趁机扫了扫 远处清零所在的战圈倒是还好 凭借着碧蛇三花童的诡异 以及远古天蛇灵魂的相助 那天明宗的强者 一时半会还奈何不了他 但除此之外 其余的两处战圈都并不如何乐观 天妖魁即便经历了阵法增幅 也仅仅只是能够与四星级别的斗尊抗衡 而那天明宗的长老却是堂堂六星斗尊 这般交手 天妖魁自然是要静落下风 若非其身体没有半点的痛绝感官 再加上身体极度坚硬的话 恐怕早就是被对方轰成了一团烂泥 不过即便如此 如今的天妖魁 也是被那家伙轰得浑身火花剑舍 坚硬的身体 都是出现了一处又一处的凹陷 天妖魁这里落入下风 那众多被清灵控制的强者那里也不太好 虽说人多是众 但毕竟实力比起花锦来 却是差了太多 若非有着两名二星斗尊死命阻拦 恐怕其余的那些人 早就被花锦手起刀落 尽数给解决掉了 但看这种情势 明显也支撑不了太久 目光飞快地掠过这些战圈 萧爷眉头也是忍不住的微微骤起 此次的情况 倒也的确略微有些棘手 这些天明宗的家伙 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容易对付 小子 这种时候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在萧颜皱眉间 冷笑声却是从前方传来 他微微抬头 却是见到森罗鬼尊与妖花邪君 同时静静逼而来 磅礴斗气缭绕两人周身 杀气腾腾的模样 显然要开始同时出手了 呼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萧颜面色恢复平静 澎湃的斗气在经脉之内飞速运转 足以毁山断河的可怕力量质感 在肌肉之中 飞速传递 上 森罗鬼尊面色微寒 一声冷喝 他与妖花邪君的身形 几乎是同时间的暴略而出 两道凶悍异常的斗气匹炼 便是生生撕裂空间 带起震耳欲聋的呜呜破风之声 对着萧颜爆轰而去 面对着两人的联手 萧颜也是面色凝重 双手一握 掌心中紫鹤中 带着一丝森白颜色的火焰 便是暴涌而出 然后凝聚成两只火焰大手 重重地与那斗气匹炼 轰击在一起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炸响之声 吃吃 天际之上 斗气余波弥漫而开 浩浩荡荡地 令得这片天地的空间 都是呈现出一种扭曲的虚幻之状 远远看去 就如同森林上空的海市蜃楼一般 九幽名手 邪风斩 森罗鬼尊与妖花邪君联手 一道道威力凶悍无匹的斗气攻击 源源不断地倾泻而出 疯狂地对着硝烟轰击而去 看这模样 两人分明是想仗着人多势众 生生地将硝烟给磨死 燕分是浪尺 开山夜 而面对着两人的疯狂猛攻 硝烟也是面色凝重 一道道威力不俗的斗技 被其顺手拈来 然后便是随手击出 与森罗鬼尊二人的攻击 轰击在一起 砰砰砰砰 天空之上 在这等无比剧烈的战斗下 变得极为精彩起来 绚丽能量如同烟花一般爆炸而开 能量对碰的炸声也是响得不停 方圆百里之内 都可隐隐感觉到 此处那狂暴的能量波动 望着那越战越猛的硝烟 森罗鬼尊心头没头 却是越来越紧皱 如此长时间的战斗 对于斗气的消耗 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地步 即便是连他们二人 都是感受到体内斗气的大幅度减少 但面前的硝烟 却不仅没有这种虚弱的迹象 反而好像是越来越精神抖擞 腰花 那腰花邪君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浑身气势猛的一变 一股极度浓郁的沙伐之意 徐徐地起两人体内弥漫出 感受到两人突然间变得 如同修罗一般的沙伐气息 硝烟眉头微皱 这种感觉 他并不陌生 老夫今日倒是要瞧瞧 你这小子究竟能有多抗打 沙伐之意急速弥漫 森罗鬼尊双眼陡然一睁 立刻道 天明修罗手 赫声落下 两股宛如十字般的沙伐雾气 弥漫出 玄机在面前形成一团乌云般的存在 而乌云在波动之间 一只足有百米巨大的乌黑巨手 猛然间自其中掠出 然后一把 便是对着硝烟抓了下去 乌黑巨手之上 弥漫着一种令人心寒的沙伐 这种沙伐 乃是由森罗鬼尊二人的意志所形成 此手若是击中硝烟 必然会直接对后者的意志造成摧残 天明修罗手吗 望着那铺天盖地抓来的巨大手掌 硝烟却是冷笑一声 身体一颤 一股相同的灵力沙伐 也是闪电般的自其体内暴涌而出 短短瞬间 一只同样乌黑的巨手 便是在森罗鬼尊二人震惊的目光中 飞速成形 然后闪掠而出 与那巨手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碰 两者相撞 并没有巨大的炸裂之声 有的 只是那低沉的细微闷声 沙伐之意疯狂地扩散而出 而受这种沙伐的侵染 那幽名鬼尊 与妖花邪君的呼吸 都是变得略微有些粗重起来 轰然相撞 玄疾便是在互相侵蚀间 栩栩消散 沙伐之意 也是悄然散开 现出其中 脸色都是有些苍白的三人 你竟然也会有天明宗正宗 绝学之一的天明修罗手 森罗鬼尊 目光难以置信地望着萧炎 先前后者所施展的那斗技 分明便是与他们同出一脉 对于他们的利和 萧炎却是未曾理会 这天明修罗手 自然便是 他当初从天明宗那一尘手中得来 萧炎得到了 也是经常沿袭 不过这一次 倒还是第一次施展 所取得的效果 似乎还不错 不要给他放松的机会 他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消耗 妖花邪君 面色也是有些不太好看 沉生道 森罗鬼尊微微点头 刚欲再度出手 却是见到萧炎脸庞上 突然划起一抹诡异笑容 旋即后者缓缓摊开双手 而伴随着萧炎手臂的摊开 两人便是猛地察觉到 这片天地的能量 既然如同废水一般 剧烈地沸腾了起来 一股股宛如实质般的能量 源源不断地对着萧炎体内抱涌而去 而伴随着这等雄浑能量的支援 萧炎脸庞上的苍白 也是徐徐地潇洒而去 这是 天阶功法 望着这一幕 森罗鬼尊二人 几乎是立刻便是呆滞了下来 以他们的阅历 自然是清楚 这等近乎掠夺能量的行为 只有着那些传说中的天阶功法方 才能够办到 难怪我二人怎么打都是 无法对他造成太大的损耗 原来这家伙 拥有着天阶斗技 森罗鬼尊二人 嘴角微微抽搐 拥有着天阶斗技做支持 萧炎的斗气 几乎能够源源不断 而他二人 却终有好甘之时 这种战斗 还如何打 在两人经聚间 萧炎眼眸也是缓缓睁开 感受着体内充盈了许多的斗气 不由地微微一笑 冲着两人细血地道 再来 见到萧炎这般模样 森罗鬼尊面色 也是略显阴沉 老 萧炎 你也莫要得意得太早 对你感兴趣的 可并不只是我天明宗 话音落下 森罗鬼尊目光 转向下方 仿若死狱般的森林 大喝道 若是再不出手的话 这小子可就又得跑了 呵 森罗长老放心 他跑不掉的 因为担心他身上 有着要尘给予的空间遇捡 所以 我先将这里的空间给封锁了 森罗鬼尊的喝声刚刚落下 一道弹笑声也是随之响起 旋即 天空上的空间微微扭曲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 望着那浮现天空的熟悉身影 萧炎心头却是猛的一沉 九天尊 竟然连你也来了 第1297章 以一敌三 空间扭曲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 一头蓝发以及蓝袍 赫然便是当日率魂殿强者 前来攻打星云阁的九天尊 对于此人 萧炎倒是记忆犹深 当日若非要老 成功进入半圣阶别 恐怕星云阁也将会在那等攻击下 造成极大的损失 没想到 连此人也来了 萧炎目光微微闪烁 看这般模样 似乎魂殿与天明宗 有些勾搭在一起的迹象 这一发现 倒是令得他有些微臣 天明宗虽然比不上魂殿 但也是相当强横的势力 若是这两方联手的话 对于星云阁来说 可是相当不小的压力 萧炎 你胆子倒是不小 若是缩在星云阁内 本作还真拿你没办法 不过没想到 你竟然还敢自己独自地跑出来 九天尊笑眯眯地望着萧炎 但笑道 萧炎面色阴沉 并未答话 星头却是转动了念头 这九天尊的实力 至少也是在七星甚至八星层次 即便他施展了天火三玄变 也是无法与其正面抗衡 而且听他先前所说 这片空间 已经被他封锁了下来 如此的话 老师所留给他的那空间欲减 也是失去了效用 星头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萧炎未曾料到 局面又是变得如此的险峻 但如今其实力也是大为障动 因此倒并未真的感到绝望 有着毁灭火莲 与大天造化长的他 自信即便是这九天尊 想要应接的话 也是有着一些困难 再者 如今焚绝进化成准天接功法 他也完全不用担心 施展了毁灭火莲后 会进入虚弱状态 小子 还是束手就擎吧 莫非你以为凭你的实力 还能从我三人手中逃脱不成 森罗鬼尊 语气阴森地道 妖花邪君轻轻摇摆着手中的折扇 望着面色阴沉的萧炎 心中却是暗中多了一分警惕 他当日与萧炎交过手 自然明白那毁灭火莲的强悍 如今这家伙被逼上绝路 若是脑子一热拼命的话 恐怕还真是争个鱼死网破 那可未变 萧炎冷笑 右掌微玄 手掌之上便是泛起淡淡的金光 体内斗气也是在此刻呼啸而起 萧炎 你不想救你父亲而不成 见到萧炎掌心中的金光 九天尊双眼也是微眯 当日他曾经亲眼见到过 萧炎施展大天造画掌 连摘星老鬼那等实力 都是被当场秒杀 因此 连他对于这一招 都是心存忌惮 如今一见到萧炎想要施展 便是陡然冷喝 听得九天尊这冷喝之声 萧炎掌心金光也是一致 玄机目光森然地盯着前者 跟本座回魂殿 便能见到你父亲 你若敢反抗 带着本座回去 便杀了你父亲 九天尊面色冷漠地道 萧炎目光阴冷地盯着九天尊 片刻后 却是一笑 与其平缓地道 亏你还是魂殿九天尊 却是用这等愚蠢招数 我不是傻子 我好好地活在外面 才真正地能够救回我的父亲 一旦我真要是 落在你们手中 我萧家 方才是真正地完了 所以 这种威胁 对我无用 望着萧炎那张平静的脸庞 九天尊目光也是微微阴沉 他倒是未曾料到 萧炎居然能够表现得这般 诚然 也正如萧炎所说 只要他还活着 便是有着机会救回萧战 但一旦连他 都是落在了魂殿手中 那么这次机会 便会永远地荡然无存 这种道理 虽然并不复杂 但对于一个为了营救老师 能够千辛万苦 从加玛帝国赶往中州的 重情重义之人来说 却是得必须具备相当的理智 以及取舍 九天尊 这小子狡诈如狐 不可能会吃你这一套的 我们一起动手 将他擒住 方才是正途 妖花携君道 九天尊面色默然地点了点头 脚步轻轻朝前一跨 面前空间便是一阵扭曲 而其身体 则是瞬间消失 下一刹那 直接是如同鬼魅般地 出现在萧炎面前 无指取成找形 带起伶俐进风 一把对着萧炎喉咙抓了过去 找封锁过之处 空间尽数崩塌而下 既然如此 那便有本作亲自动手 将你抓回去吧 面对着那陡然袭来 伶俐进风 萧炎面无表情 右掌之上 萦绕着淡淡的金光 也是一拳重重轰出 砰 两股进风在半空中遭遇 低沉的炸声顿时传播而开 进风连一成环形般地扩散而出 将周遭的空间 震得裂开一条条的漆黑裂缝 登登 两者相撞 萧炎身体一颤 脚步登登的连退了十几步 方才稳住身形 握了握略为有些发麻的右掌 眼中凝重之色更浓 经过这次的交手 他算是彻底地了解了 这九天吨的实力 七星巅峰 仅仅相差一步 便是能够达到八星层次 还好右掌被那精灵弦锤炼过 不然光是这种硬碰 便是会出现一些伤势 萧炎目光闪烁 七星巅峰的实力太强 即便如今的他 应付起来都是颇为的勉强 若是不施展大天造化掌 或者毁灭火莲的话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九天尊 不要让这消息有休息的时间 他身怀天接功法 恢复起来极快 这样拖下去 难免不出意外 见到九天尊大发神威 一掌震退萧炎 那森罗鬼尊与妖花携军 也是闪略而来 大喝了一声 两人齐齐出手 凶悍无匹的斗气皮练 便是狠狠地对着萧炎暴力而出 丝毫不给后者半点的歇息 能让我三人联手出手 萧炎 今日也算是看得起你了 对于森罗鬼尊的提议 九天尊也并未反对 他的任务是擒住萧炎 上次任务的失败 已经令得店主有所不满 此次他是自作主张出来 若是能够将萧炎抓住的话 也能将功补过 因此他也懒得在乎面子什么的 一切都先等抓住萧炎再说 心中略过这道念头 九天尊也就不再迟疑 身形一动 再度暴略而出 举手投足间 浩瀚斗气扑天盖地的暴涌而出 那等威势 连这片天空 都是为之所索发抖起来 砰砰砰 天际之上 激荡的能量不断地爆炸开来 而面对着两名六星 一名七星巅峰的斗尊强者围攻 即便是萧炎 也是开始显得险象还生 若非凭借着速度以及一伙之力 现在的他 恐怕早就被三人击成了重伤 不过即便如此 伴随着交手的白热化 情势对他来说 也是越来越不利 砰 再度被迫 与九天尊应轰了一掌 萧炎背后鼓翼急速震动 两道残影浮下而出 这才显显地 将一旁袭击而来的妖花邪军 以及森罗鬼尊的攻击 闪避而去 借助这一刹 其身形也是退出了 三人的包围圈 身形退出 萧炎的面色 也是彻底变得阴森下来 右掌之上 金光竞术暴涌 体内汹涌斗气 源源不断地 灌注进入掌心之内 小心 他要施展天际斗戒 见到萧炎这一招 九天尊前冲的身形 也是猛地指了下来 沉声喝斗 听得此话 那森罗鬼尊 与妖花邪军都是一惊 身形迅速后退 大天造化掌 萧炎面色阴沉 掌心能量越发璀璨 瞬息后 一点诡异黑芒浮现 旋即掌心猛地 对着虚空拍下 吃 掌心拍出 一圈诡异的黑色光圈 顿时闪电般的弥漫而开 与此同时 一股极强的犀利 也是自黑色光圈之内 暴涌而出 受着恐怖犀利的影响 九天尊三人的速度 明显减缓了下来 望着那急速波及 而来黑色光圈 九天尊面色一沉 贺道 不要慌 天阶斗技固然强横 但我三人联手 依旧能将其接下来 贺声落下 这九天尊身形当先顿下 体内斗气 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 浩瀚的斗气 直接是令得这片天地间 徐徐地飘落起了细小的雨地 见到九天尊停下身形 森罗鬼尊二人迟疑了一下 也是一咬牙 将体内斗气尽数召唤而出 一时间 这片天际 斗气呼啸 如同飓风一般 在天空上带起呜呜之声 哼 三人体内斗气暴涌 玄机凝聚成三道足 有百丈庞大的斗气匹链 匹链围绕着三人头顶 飞速旋转一圈 然后便是羞的一声暴力而出 重重地与那黑色光圈 轰然相撞 砰 几股极度恐怖的能量 重重地轰击在一起 这一刻 连这片天地的阳光 都是变得暗淡了下来 一道可怕的能量风暴 自那接触之处席卷而出 下方密密麻麻的参天巨树 则是如同割麦子一般 哗啦啦地 以一种壮观的声势 尽数拦腰而断 能量风暴弥漫 那向来无可匹敌的黑色光圈 居然是生生地被止住了扩散 但其中犀利依旧恐怖 三道百丈庞大的斗气匹链 被其尽数吞噬 进入虚无黑洞之中 然后这才湿湿然地缓缓消散 呼 见到那消失的黑色光圈 森罗鬼尊与妖花邪君 也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光凭他二人恐怕还真是无法与这恐怖斗气相抗衡 九天尊面色也是有着一分苍白 显然先前的消耗并不小 不过索性总是挡住了消炎的必杀一击 接下来嘛 他缓缓抬起头 目光森然地望着不远处的消炎 宁笑道 现在本座倒是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招 面对着九天尊的宁笑声 消炎脸庞上也是浮现冷笑 手掌一握 四种一伙便是浮现出 放心 会够你们好好吃一壶的 见到消炎掌心上的四种一伙 九天尊刚刚浮现宁笑的脸庞 一下子便是变得轻了起来 哎 我的消炎小哥 总算是找到你老人家了 在九天尊面色铁青间 一道空间裂缝 突然从此处 天空裂开 一道壮硕身影 连滚带爬的 从其中跑了出来 扯着嗓子 就是对着消炎嚎道 见到这道熟悉身影 消炎也是一愣 愕然地道 黑情 第1298章 鸿飞 那从空间裂缝之中 窜出来的人影 身形颇为的壮硕 虎背熊腰 透着一股浓郁的凶悍之色 那般容貌 赫然便是当初 与消炎见过一面的 太古虚龙族的强者 黑情 黑情老哥 你怎么来这里了 望着这突然冒出来的人影 消炎也是一愣 语气之中满是惊讶 哎 找你有些事 我被族中那些老家伙 打发来找你 妈的 还好子言在你身上 留下了一道笼艺 不然可就真是要找死我了 黑情见到消炎 如同见到救星一般 连忙扑了过去 大松了一口气的道 找我 闻言 消炎眉头微微一皱 太古虚龙的人 找他能有何事 难道 子言有事 消炎目光猛地转向黑情 沉声道 也不算有事吧 不过就是 需要你的帮忙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跟我走一趟吧 黑情烧了烧头 道 见到黑情那略微 有些凝重的脸庞 消炎略微迟疑了一下 便是点了点头 看来事情并不小 不然的话 不会让那黑情这等强者 都是如此火急火燎 等将这里的麻烦 解决了 我便随你去一趟 有麻烦吗 听得消炎这话 黑情这才回过神来 偏过头一看 愕然道 原来是魂殿的魔语老杂毛啊 还记得黑情大爷吗 黑情 九天尊微微一正 面色阴沉的脸庞 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微一变 诗声道 你是太古虚龙一族的黑情 黑情也是你这老杂毛 能叫的吗 凭你这老九的位置 可还没这资格 黑情双臂抱在胸前 撇了撇嘴 丝毫未曾给九天尊半点的面子 对于黑情这等不客气的话语 九天尊脸庞也是极度的阴沉 但初期的没有暴怒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面前的这个大汉 是一个极度棘手的家伙 即便是他都并非其对手 这位朋友 老夫天明宗长老森罗鬼尊 这硝烟是我天明宗所要抓捕的对象 还望朋友不要插手 九天尊知道黑情的底细 但那森罗鬼尊二人却并不知晓 眼见到硝烟逐渐落入下风 又怎甘心让他再度逃跑 当下那森罗鬼尊便是一抱拳 沉声道 天明宗 这是什么东西 黑情眉头皱了皱 玄机有些不耐地挥了挥手 道 你们赶紧滚吧 我找硝烟小哥有事 别他妈耽搭老子的时间了 你 对于这一口一句粗话的黑情 森罗鬼尊与妖花邪君 面色都是一变 怒喝道 敢对我天明宗不敬 你找死 大鹤落下 两人脚掌一塌虚空 身形顿时如闪电般的暴力而出 阴寒陡气 直接是毫无保留地 对着黑情狠狠轰了过去 两个六星陡尊也有胆在老子面前大呼小叫 见到暴力而来的两人 黑情却是怒笑一声 不退反镜 双拳紧握 浑身肌肉在此刻泛起一阵奇异的波动 然后就这般毫无花俏地轰了出去 碰 两只铁拳轰出 直接是将空间轰出两道黑色的空间痕迹 而那黑色痕迹闪电般蔓延间 便是与森罗鬼尊二人狠狠地轰击在了一起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头 两者相撞 森罗鬼尊二人的身体猛地一颤 脸色瞬间便是变得苍白起来 那种几乎要摧毁一切的可怕力量 让得他们心头深处涌出了一股恐惧 扑痴 恐惧刚刚浮现 两人喉咙便是一甜 一口烟红鲜血喷尸而出 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而出 最后狠狠地射进下方领海之内 将地面砸出一个将近百米的巨坑 强悍的静力余波将周遭百米之内的巨数 催枯拉朽般的尽数摧毁 啪啪 一拳轰飞两人 黑情拍了拍手 满脸的讥讽 玄机不怀好意的目光 瞥向面色阴沉的九天尊 道 摩宇 你是自己滚 还是老子动手 黑情 你莫要太嚣张了 硝烟是店主指明要抓之人 你真是要护住他不成 九天尊冷声道 黑情双眼微眯 搓了搓手 淡淡地道 老子不管这些 族中那些老家伙 让我来找硝烟帮忙 既然老子来了 那谁也别想带走他 嘎吱 九天尊眼中怒火生疼 双掌也是缓缓紧握 发出嘎吱的声响 可怕的斗气 徐徐自其体内 泥漫出 想动手 好啊 老子也想看看 这么多年不见 你有什么长见 见状 黑情 也是冷笑一声 身体一阵诡异扭曲 顿时传出一阵 宛如闷雷般的骨骼爆裂声响 而伴随着这些骨骼声响传出 其身体也是在不知不觉间 变得更加的高大 隐隐间 一股极度强悍的压迫力 自那壮瘦的身躯之内 扩散开来 感受到那种压迫 九天尊眼角忍不住地跳了跳 深吸一口气 压抑住心头的暴怒 他知道 以他一人之力 根本就不是黑情的对手 即便真是动手了 也是逃不了什么好处 而且太古虚龙 对于空间之力的掌控 以及拥有 无人能及 即便实力 强于他们的人 也是很难在打败他们后 顺利地将人给留下来 黑情 本作就不信 你能护得了这小子一辈子 九天尊语气森然地道 这还轮不到你来管 黑情瞟了他一眼 道 哼 九天尊冷哼一声 心头满是不甘 没想到这次顺利避开了药尘 但却引来了太古虚龙的人 他倒是未曾料到过 萧妍竟然还与这一族有着关系 既然黑情出面 那他也是明白 今日的情获萧妍的事 怕又是成了不可能的事 想到此处 九天尊也只能一咬牙 狠狠地盯了萧妍一眼 你就躲一辈子吧 本作就不信 每一次都会有人出来救你 话音落下 九天尊也就不再停留 身形一转 刚欲离开 那黑情却是突然淡淡地开口 魔语 回去的时候转告一声 你上面的那些人 不要一直针对萧妍 以及萧家的人 当年魂族与萧家一族的那些恩怨 到了如今 也早已该不复存在 做得太过分了 迟早会有后悔的那一天 这句话 不是老子说的 氏族里那些老家伙 听了黑情最后一句话 九天尊双眼微眯 冷笑道 这话跟我说没用 但我魂殿想做什么事 还没人能阻拦 古族不行 你太古虚龙一族 也不行 说完此话 九天尊身形一颤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眨眼间消失在了天际之边 望着九天尊消失的身影 黑情手掌轻轻摩缩 面色有些冷素 片刻后 方才转头望着萧妍 笑道 萧妍小哥 没事吧 又劳烦老哥出手了 萧妍拱了拱手 道 哎 不碍事 这次是我太古虚龙一族 要麻烦你 黑情摇了摇头 迟疑了一下 道 确切原因 等去了后你 便会知道 如果没事情的话 能否现在变动身 此事事关重大 出不得什么岔子 见到连黑情这种粗犷性子 都是如此慎重 萧妍心头也是略微有些凛然 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竟然让那太古虚龙一族 都是变得这般紧张 嗯 不过能否将我朋友也带上 萧妍指着身后不远处的清灵 说道 早在黑情出现的时候 那缠着清灵的天明宗长老 便是飞速地退了开去 特别是在见到黑情一拳 轰飞森罗鬼尊两人后 那家伙更是害得不敢靠近过来 嗯 没事 看了清灵一眼 黑情也是点了点头 见状 萧妍方才松了一口气 九天尊离去没多久 他也不放心 让清灵一个人回去 既然黑情答应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 松气间 萧妍挥手 将已经被轰击的千疮百孔的天妖魁收回 心中暗叹 这跟随了他许久的天妖魁 又是平临报废边缘了呀 收好傀儡 清灵也是将那些强者收回眼中 留下那惊魂未定的花锦 立于半空 面色惊恐地望着天空上的黑情 后者的威势 也是令得他感到惊骇 萧妍少爷 要放过这女人吗 要不是她 我们这次也不会被阻截了 清灵低声道 没那时间了 萧妍瞥了这女人一眼 摇了摇头 时间紧迫 她也实在懒得动手教训了 黑情大哥 走吧 萧妍转过头 望着黑情 道 嗯 黑情点了点头 手掌在面前空间一滑 便是撕裂出一道空间裂缝 萧妍与清灵身形一闪便是 钻了进去 见到萧妍几人就这样离开 拿花锦也是松了一口气 在肚中一通恶毒的谩骂 然而骂声刚刚在其心中响起 那天空上 刚欲钻进空间裂缝的黑情脚步 却是一顿 头也不回 大手一挥 直接是破开空间 一瞬间 便是落在了花锦身体之上 噗哧 强悍无匹的静力 直接是让得花锦一口鲜血喷尸而出 身体狠狠地砸进一座山峰之上 巨石滚落间 将其深深地埋于其中 不要以为是女人 老子就不会动手 一巴掌轰飞花锦 黑情这才一甩大手 闪身钻进空间裂缝之中 吃的一声 便是与空间裂缝同时消失而去 第1299章 古龙岛 空间裂缝内部 是一条被淡淡荧光所充斥的奇异通道 通道延伸至不知名的尽头 而硝炎三人 则是在这通道之中 急速飞行 不愧是太古虚龙 竟然能够凭借一人之力 随手构建这等远距离的空间传送通道 望着周围的空间通道 硝炎心头也是浮现许些惊叹 这等本事 即便是寻常的陡尊巅峰强者 恐怕都是有些难以办到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恐怕也就那些斗圣强者 以及对空间之力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的 古龙一族了 在硝炎前方 黑情正面色略显凝重地在前带路 一路中他并未说什么话 而受到他这般影响 硝炎与清灵也只好保持着沉默 但眉头也是因此而微微皱起 这究竟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让的黑情如此的郑重 三人在空间通道之中 穿梭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周遭千片一律的银色光芒 让的硝炎有些头晕眼花 而就在其将要闭目略做调息时 前方黑情的速度 却是突然减缓了下来 硝炎目光顺着远眺 却是见到那镜头处 隐隐有着一个银色光圈浮现 要到了吗 见到那光圈 硝炎精神也是一阵 速度略微提升 紧随黑情身后 片刻后 三人便是化为三道光影 冲进了银色光圈之内 冲进光圈 硝炎视线在经过片刻的模糊之后 猛然间变得明亮起来 而其面前的视野 也再也并非是那种单调的银色 聪裕的绿色以及山峰 再度充斥了他眼球 这是 身处高空 硝炎目光惊愕地望着 出现在面前的这片陆地 当然 其实用岛屿来形容面前之物的话 应该要更加合适一些 这座岛屿面积极为辽阔 岛屿天空之上 有着一圈淡银色的碗状光 照到垂而下 将整座岛屿包裹而尽 而视线投向光照之外 硝炎却是一愣 因为那外面 全是漆黑的 令人感到心寒的虚无空间 这座岛屿 竟然悬浮在虚空空间之内 好大的手笔 这一幕 即便是硝炎 都是忍不住地清洗了一口凉气 虽说岛屿的面积 比不上那些斗圣强者开辟的空间 但这里 却是更加地隐蔽 虚无空间 即便是斗尊强者 都不敢随意乱闯的地方 将栖息之地安置于此处 绝对是极度的安全 难怪在中周上 很少听见与太古虚龙有关的消息 原来他们都是 居住在这虚无空间之中 跟我来吧 黑情目光在下方扫过 然后便是一挥手 率先对着岛屿的某一处降落而去 其后 硝炎与清灵连忙跟上 硝炎少爷 这里的气息好可怕 跟在硝炎身旁 清灵低声道 硝炎微微点了点头 他也是能够隐隐间感觉到 这座龙岛之上 有着不少极度强悍 并且隐晦的气息存在 看来都应该是太古虚龙一族的强者 这种发现 让得他有些扎舌 不愧是魔兽界中顶尖般的存在 如此之多的强悍气息 是他这些年中首次瞧见 而且 这还是能够被他发现的 硝炎相信 在这古龙岛上 必然还有着一些 连他都是无法感知到的气息 这些 方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 两人一路跟着黑情 对着岛屿中心的 一座飓风上降落而去 沿途也是遇见了几道 像是巡查史般人影 不过当他们在见到黑情后 便是停下了脚步 目光诧异地扫了硝炎 与清零一眼 便是退了开去 在飓风之顶 硝炎三人徐徐落下 而在三人脚掌 刚刚落在地面上时 一道白袍身影 便是翘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黑情见过三长老 黑情一见到面前的 白袍老者 拱了拱手 然后指着身后的硝炎 道 这便是紫妍的朋友 硝炎 呵呵 火急火燎地 将硝炎小有叫来 可别怪我们鲁莽啊 闻言 白袍老者也是微微一笑 竹梨 竹梨老客气了 紫妍是我的朋友 她遇见麻烦 我自然是要赶来 面前的老者 虽然一脸的磁合 但硝炎却是不敢怠慢 从前者身上 她感受到了一种 无以伦比的威压 这种威压 仿佛直接影响了 她的灵魂一般 若非其灵魂力量 本就强悍 恐怕真是要连话 都是说不出来 这竹梨长老恐怕至少 也是斗尊巅峰的强者 说不定 还达到了跟老师相同的 半圣层次 太虚古龙一族 果然藏龙卧虎 感受着这种威压 硝炎眼角 也是忍不住地跳了跳 在心中暗自道 竹梨长老笑了笑 扶了扶雪白的胡须 平静的双眼 突然看了一眼 硝炎身后的清灵 当下便是一震 有些惊讶地道 这是 碧蛇三花童 还有那味道 竟然是远古天蛇 话到最后 这位竹梨长老脸庞上的金色 也是浓了许多 有些疑惑地道 没想到这世上 竟然还有远古天蛇的灵魂存在 清灵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面前的竹梨长老 轻轻恩了一声 远古天蛇与太古虚龙之间 据说再远古也是有所征战 如今两者见面 其体内的远古天蛇的灵魂 顿时有些异样的波动 不过好在他竭力压制 远古天蛇虽强 但这里可是太古虚龙的地盘 若是让那家伙跑出来的话 恐怕直接会被众多 太古虚龙的强者 拍成肉泥 小姑娘不要怕 远古天蛇一族已经不复存在 那些远古的恩怨 也早就了结了 不过远古天蛇灵魂天生兄弟 极难控制 你倒是要小心一些 不要反被控制了 竹梨笑道 嗯 清灵微微点了点头 有着碧蛇三花童 他倒是不怎么怕天蛇灵魂的反噬 竹梨长老 不知道子言究竟出什么事了 萧嫣迟疑了一下 终于还是忍不住的道 提起这个 竹梨便是沉默了下来 片刻后 轻叹一口气 道 都是龙皇本源果惹的祸啊 萧嫣心头一紧 却是暗到了一声果然 来时他便是猜测 此事恐怕会和当日 在远古遗迹得到的 龙皇本源果有关系 没想到还真被猜中了 子言乃是我太虚 古龙一族的王族血脉 他的父亲 也就是当年我古龙一族的王 突然失踪 而子言也是跟随着失去了踪迹 直到前些年 他来到中州 方才被我们感应到 说起来 这还得多亏了你 失踪 听的这话 萧嫣却是微微一正 若有所思 黑角玉不仅发现了子言 而且还发现了一具 天妖皇的尸体 难道这具天妖皇的尸体 与子言的父亲 有所关系不成 不过子言的父亲 既然能够成为古龙一族的王 那实力必然极度恐怖 那他会跑到哪里去 甚至于连子言 都是抛弃不顾了 龙皇本源果 乃是吸收了古龙与天皇血脉 方才有着极低几率 生长而出的起宝 这种果实 能够改造古龙 或者天皇一族的血脉 让他一身及两家所长 最后拥有真正的魔兽王者血脉 在硝烟沉思间 竹里长老接着道 自从子言带回龙皇本源果后 我们经过商讨 决定还是让他来承载这份力量 一来他是王族血脉 带得他进入成熟期 便将会成为古龙一族的新王 这等血脉 让他来拥有 再合适不过 二是 他年龄小 可塑性强 容易吸收龙皇本源果 说到此处 竹里长老却是忍不住地苦笑了一声 道 但结果还是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龙皇本源果能量太强 子言的身体 完全吸收不了如此恐怖的能量 因此 最后导致能量实体化 能量实体化 听到这个词汇 硝烟一愣 愕然道 什么意思 哎 你跟我来吧 竹里长老叹息了一声 转身对着山峰上的 一座石垫行去 其后硝烟急忙跟上 跟着竹里身后 在石垫之中穿梭半晌 几人终于是在大殿深处 停下了脚步 这座大殿由巨石搭建 在大殿中心处 有着一方高耸的祭坛 此刻祭坛顶处 一道娇小身影 正寂静地躺于其上 硝烟目光眺望而过 最后凝固在了 那道娇小郊区上 面色顿时一变 只见得 在那道身影之上 一层宛如冰晶般的奇异金层 将其身体的每一处部位 都是尽数覆盖 看得仔细 方才会发现 似乎不仅体外 甚至于连其体内 都是被这种晶体 彻底地占据了去 也就是说 现在的紫妍 已经化成了一个 毫无生机的晶体之人 第1300章 分裂的太虚古龙一族 呼 硝烟的目光凝固在祭坛之上 许久之后 方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面色相当地难看 以他的眼力 自然能够看出 此刻的紫妍 浑身上下 没有半点的生命气息 若非他依旧能够感受到 一些熟悉的灵魂波动的话 恐怕直接会认为 如今的紫妍已经身亡 竹梨长老也是叹了一口气 道 龙皇本源果的能量太过恐怖 直接是凝成固体 充斥在紫妍的身体 每一处 如果不能将这些能量吸收的话 紫妍便将会永远地变成这样 如同活死人 你们也太鲁莽了 即便知道面前的老者实力极端恐怖 但硝烟依旧是忍不住地搏怒道 这是如果搞不好 恐怕还真会害得紫妍因此而丧命 对于硝烟的怒声 竹梨长老也是苦笑摇头 却并不说话 想来也是后悔得很 硝烟小哥 你也不要怪三长老 龙皇本源果 即便是太古蓄龙一族 都只见过寥寥可数的几次 因此对于他 也并非极其地了解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事情的发生 一旁的黑情出言劝道 以往出现过的龙皇本源果 可曾有吸收成功过的 似是想起什么 硝烟突然道 有 但只成功过两次 一次是天皇一族得到 因此 天皇一族出现了一位超级强者 那段时期 连太虚古龙一族 都是被他们完全压制 不过索性 在几百年后 我古龙一族 也是终于得到了一枚龙皇本源果 这才搬回烈士 但在最后一次两族血战中 这两位拥有超级血脉的强者 却是同归于尽了 竹里长老点了点头 道 自从那之后 天皇一族便是逐渐地销声匿迹 龙皇本源果 也是无法再度出现 这一次 还是老夫平生首次所见 只成功过两次吗 硝烟眉头紧皱 玄机叹了一口气 他明白 此时在这种事情上纠缠 已是没有什么作用 当下道 如今要怎样才能解救紫妍 这种由龙皇本源果 而凝成的实体化能量 极其的坚硬 即便是老夫亲自动手 都无法将之击碎 竹里道 而且击碎的话 这些能量也就浪费了 现在还要管这些能量吗 硝烟皱眉道 哎 硝烟小友 你是不知我太虚古龙如今的状况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位 拥有王族血脉 并且能够震得住场面的族长 竹里苦笑道 怎么回事 太虚古龙一族如此强悍 还能遇见何种 让你们都这般棘手的事情 见到他这副模样 硝烟也是一愣 有些错愕的道 文言 竹里迟疑了一下 片刻后方才咬了咬牙 道 硝烟小友 与我太古虚龙 也算关系不浅 告诉你也无妨 你现在看见的古龙岛 其实并非是完整的古龙岛 而只是原来古龙岛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硝烟一正 反应也是极快 那其余三部分 太虚古龙一族 在子炎父亲失踪之后不久 便是分裂成了四部分 而古龙岛 也是一分为四 各自在虚空之中游荡 竹里道 也就是说 你现在见到的太虚古龙一族 其实并不完整 四 硝烟忍不住地清吸了一口凉气 光是这四分之一的力量 便是如此的恐怖 这太虚古龙一族的力量 也太强悍了吧 难怪能够从那远古流传至今 依旧不灭 每隔一些时间 四座龙岛便是会在虚空相遇 而那时 必然会有所交手 其余三岛的岛主都想统一太虚古龙 但彼此实力差距又并不大 因此 即便是这么多年来 太虚古龙一族 依旧处于分裂状态 竹里叹息道 其余三个龙岛 也都有着拥有王族血脉的太虚古龙 硝烟轻声问道 这太虚古龙一族明显极重血脉 寻常太虚古龙 若非特殊情况 应该很难成为真正的统领 勉强算是 但他们的血脉都远不及紫盐纯粹 竹里摇了摇头 道 我们会如此迫切地 让紫盐尽快吸收龙皇本缘果 其实也是想让他尽快地进化 然后在下一次四岛相聚时 将太虚古龙一族同意起来 难怪 听到此处 萧炎心中也是略微恍然 怪不得太虚古龙一族这些年如此低调 原来并非是他们喜欢这样 而是因为族内内讧 根本无法分心与其他的强敌相抗 若非因为这种缘故 魔兽界 哪容得了天妖皇族 以及九幽的冥芒这等族群崛起 竹里叹息一声 与其对于其余的两大族群 倒是显得分外的不屑 在那远古时 只有这两族的老祖宗 才能与古龙一族抗衡 他们这些依靠一些残存血脉遗传而下的后裔 又算得什么 没想到 太虚古龙一族居然还有这等秘心 不过他们保密也做得太好了 这大陆上能够知道 太虚古龙正面临内讧的势力 恐怕屈之可数 萧炎暗暗扎舌 这些事 还望萧炎小有保密 毕竟若是传了出去的话 难保一些与我古龙一族有恩怨的强大势力 会按照插手 竹里正色道 竹里长老请放心 这是绝不会传出去的 萧炎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玄机目光转回祭坛上 道 既然竹里长老叫我将来 应该是 认为我有什么能够帮助到紫炎的吧 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是一伙吧 萧炎自认 以他的能力 能够让太虚古龙一族 看上的 无非两种 一是他的炼药术 二便是其体内的一伙 不过虽说 如今萧炎已是进入八品炼药宗师 但在这中周 能够找出比他更强的炼药师 也并非是没有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 便只有最后一种可能 一伙了 呵呵 不愧是萧炎的后人 竹里笑着点了点头 道 龙皇本源国所形成的能量金层 极度坚硬 连我都是无法击碎 因此 想要将金层融化 并且还将这些能量 逼近紫炎体内的 便只能依靠一伙的力量 不过寻常一伙 面对着这种能量金层 依旧没有什么作用 唯有一伙榜上排名前十的一伙 方才能够胜任 而萧炎小有身怀多种一伙 并且还能将一伙融合而成 那种威力 必然能够 与排名六七名的一伙相提并论 用来对付这些能量金层 倒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虽然老夫也知道 一些中周其他强者 也拥有一伙 但既有这种能力 又值得信任的人 却唯有萧炎小有一人 所以 此次方才让黑情火急火了的 将你给请来 竹梨笑着道 闻言 萧炎这才略感恍然 旋即陷入沉吟 若是需要排名前十的一伙 倒是没什么问题 毕竟光是三千燕炎火 便是达到了这个要求 更何况 还加上了其他三种一伙的融合 此事事关太虚古龙一族 未来能否传承 极其的重要 所以还请萧炎小有 能够竭力相助 竹梨对着萧炎 郑重地拱了拱手 沉声道 其后的黑情 也是面色凝重的抱拳行礼 竹梨长老请放心 光子言是我朋友这一点 萧炎变得全力相助 此事该如何办 就全听长老吩咐 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只管说一声便可 萧炎面色认真的道 听到萧炎这般说 竹梨长老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多了起来 叹息道 萧炎若是得知 萧家在他之后 还能够有着如此优秀的族人 恐怕也会含笑九泉了 嘿嘿 我看萧炎还没法跟他这个子孙后辈比 他当年将萧家血脉之力运用到极致 方才达到那般高度 可以导致其后的族人 彻底地化为废弃血脉 而现在的萧炎 却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达到这一步 给予他足够的时间 超越萧璇 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黑情笑道 闻言 竹梨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看向萧炎 道 你可别怪萧璇将萧家一族 那仅存的血脉之力消耗殆尽 他当年也是想要破釜沉舟 若是他能够突破斗盛 那萧家的血脉之力便能够再度延续 萧家一族 也将会成为 类似古族这种远古种族一般的存在 不过可惜 他却是小看了突破斗盛的难度 最后方才会落个悔恨陨落的结局 听得两人的话语 萧炎虽然有些茫然 但隐隐间 他还是感觉到了 那位先祖当年所面临的绝境 以及最后时刻的痛苦与悔恨 先祖也是为了萧家后人 萧炎微微名嘴 虽未见面 但心中 却是对那未名为先祖的萧璇 生出了许些敬意 哼 不说这些了 萧炎小友 这两日 你先暂时休息 一些东西 老夫也得先行准备 等准备好了 我们便动手 处理也不在这个话题上 做过多的讨论 话音一转 便是笑道 嗯 萧炎微笑点头 玄机目光 转向那安静的躺于祭坛之上的娇小身影 拳头紧握 轻声喃喃道 子言 放心 我一定会将你救出来的